还要加上前面的几本功训练 明明书凭间五个小组 再加上最后两个居目的表演 然后下面一个是大班的课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班的课程的套路是一样 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训练模式 只不过他的舞蹈有变化了 但是前面几项里面的 舞蹈与会也是有变化的 他的动作难度是加大了 因为他的年龄长大了 然后他接受内容 接受能力 都要提高了 所以我们给他的舞蹈与会 要提高一个阶层 然后他们要学的舞蹈 是有一个蒙古族的舞蹈 叫草原花歌 还有一个也是维吾尔谷的舞蹈 月光 这个都是我们为小朋友们 量身定做的 为他们编的 这个舞蹈与会和包括他的审美 包括他的服饰 都是根据他们这个年龄段 合适的 好 我的介绍内容 就这么多 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希望是能在大家 今后为孩子们选择课程的时候 对你们能有帮助 一定要为我们的孩子们选择一个 适合他们的课程 我们不能说 有好有坏的区别 但是一定要选择一个适合孩子的 身心发展的课程 好那谢谢大家 那么长时间 和我在这演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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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然后咱们后边的这个舞蹈 然后如果大家要需要 sign up的滑水孩子 那就是我们安排在 那暑假就是这样子的 每天早上8点半到11点半 就是给小孩子的这个大 7岁以上的孩子的这个 这个时间就是从早上8点半到11点半 这个开的每天 每天早上 那有些孩子不是在Gateway吗 你们可以 可以送去下午继续上Gateway 也可以负责接回来 大家看到这么多祖国的人民 谢谢 然后很高兴能带来 我们国家的文化到这里 跟大家一起分享 也很高兴认识你们 今后的一个月之年 我们会跟孩子们 包括各位姐姐们一起相处 希望你们会喜欢我带来的东西 下面我先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课程 主要是以我们今后上的 这个课程为主 宣传一下我们这个学校的课程 我们的理念 我们一些给大家交代来的一些文化 我们不光是舞蹈 我们有跟舞蹈有关的一系列的东西 希望大家能够配合 谢谢啊 我们东方少儿舞蹈学校 这是一个课程介绍 大家可以看一看 下一个 最开始 我要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理念 我们为我们的学生提供 很专业 很科学 全面 很深入的中国的少儿舞蹈课程 这里面也包括成人舞蹈课程 主要的说是少儿舞蹈课程 为什么 因为现在有很多做专业的人 他不做少儿舞蹈课程 他只做成人 或者是只做专业的 在国内呢 专业这一块是比较好做的 少儿舞蹈这一块 社区的领域比较广 孩子们的课程不是很好教 所以搞专业的人士可能不太喜欢 因为我们大家在美国 我不了解情况 可能有一些交少儿的舞蹈老师 他们并不是很专业 他不是科班出身 但在我们学校不是这样的 我们都是科班出身 从中专到大学 都是国家知名的学校毕业 比如说舞蹈学院 比如说民主大学 解放军艺术学院 然后我们都有很多的演出经历 在团里面有十几年的工作经验 我们会把这些 我们身上所具备的一些特点 我们所经过这二十几年 学过来的一些成就 传递给我们的小朋友 我们很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也愿意把它传播给大家 这是我们的教学理念 然后我们要通过这些 风格各异的 五彩八蓝的一些舞蹈的与会 还有我们的舞蹈的音乐 这里面包含很多文化 包括民族文化 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 都可以在舞蹈的 这个世界里面去体现出来 然后通过这个方式 向孩子们去介绍 他们会学的很多元 在这个舞蹈 不是说我只教他身体部分 我们一定是有头脑 头脑和肢体共同的发展 这就是我们的教学理念 然后下来请大家看一下 我们课程的一个特点 这个课程呢 它包含了基本功训练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 孩子们表演的这些 比如说素叉呀 红叉呀跟身体有直接关系的 它的柔软度 然后它的形体 肢体的训练都在这个基本功训练里面 这是最基础的 在舞蹈里面最基础的一个环节 但不是整个环节 因为有一些家长会很关心 我学舞蹈 我能不能下岔能不能下腰 他只担心这个 而且有一些很不专业的技术 他会教你就做这些 他不教你更深层次的东西 因为他不会 他不懂 这个只是一个环节 我们是多元的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然后下面呢 中国五 就是古典五的训练 我们不断地 才为大家解释很多古典五的特点 它的一些精髓的东西 我们可以从后面的 我做的那个PP 看到它有很多精髓的东西 都在哪里 还讲得也很轻 还有一部分就是 中国民族民间舞考旗 这个是很丰富的 对于小孩子来说 他会感受到 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的 每个民族的文化 它的服饰特点呀 它的风域特点呀 然后它的民族民族 都在里面 他学一个舞蹈会 接触到很多知识 然后它的舞蹈语会 舞蹈 每一个民族语会 它的形体特点 包括它的手型 它的眼神 它的体态 都是不一样的区别的 学舞蹈是这样 我的身体接受越多的 肢体训练 我的接受能力就会越强 你的身体灵活性才会越高 都是从这些 来得到团练的 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最有特点的一部分 我们有民族民间舞的 剧目表演作成 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孩子们 经过了这样一系列前面的铺垫 这些训练 他们在最后呈现出来的 是一个很完美 很漂亮的一个舞蹈节目 它随时可以站在舞台上 给大家表演 在任何场合 它都不会 窃场呀 胆小呀 会锻炼到它很多的能力 这是一个 学舞蹈最终要达到一个 什么样的目的 就是它自己 可以站在舞台上 很漂亮的 自信的展现自己 这才是它要达到的一个目的 并不是它的肢体 柔软程度到什么样 我能完成多少技巧 这个观念 我们一定要把它 正确的理解 这个就是我的特点 它很丰富 很全面 这个基本上涵盖了 中国舞的所有内容 中国的民族民间舞 中国的独典舞 还有一个肢体的基本群练 都在我们的课程里 可以体现出来 然后这个里面 民间舞考级 也是在中国国内 现在比较流行的 一个儿童舞蹈考级的课程 它的课程内容非常新颖 都是小朋友们 比较喜欢的 一些小组合 包括音乐 我们都是民族民间舞系的 老师来编写 然后他们去录音棚里面 现场的民乐队伴奏来录制的 这个级别是很高的 我们想向中国的小朋友 宣传我们自己的 传承 不能叫宣传 就传承我们自己的文化的时候 要让他体会到 一个很高层次的文化 就像我们的音乐品质很好 在这里面 他也可以得到耳朵上的训练 欣赏到了一些 很有特点的民族音乐 像我们刚才小朋友表演的 小格格舞 还有大公鸡的这个舞蹈 他每一个级别适应的年龄是不一样的 根据他的年龄的增长 然后他的难度会增加 这个是儿童的 下面 下面 第二个 课程特点就是 方位 感受 传递 中文化 这个里面就包括 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 我们想传递的不只是舞蹈 我一直在强调这个 这个舞蹈里面大家可以看后面 他特别是中国的民族民间舞 大家肯定了解各个地区的民族的风俗是不一样的 藏族人们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他们不仅学到了藏族语的基本体态 基本步伐 还有他的基本的舞蹈风格 他要把握好 而且我会告诉他 我们藏族人生活在什么地区 他们有什么样的生活习惯 然后他们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 然后喜欢吃什么东西 都是以小朋友能接受的方式去告诉他 不是那么深度的理解 只是让他有浅到深的一个接受 然后再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今后家长 想要让他当地到西藏去旅游的时候 他亲眼能看到的这些东西 他就会觉得 我以前的老师告诉过我 这些东西原来呈现在眼前是这样的 会对他有一个丰富的想象中间 因为有孩子 我知道孩子关注什么 他的关注点在哪里 他很喜欢这些东西 比如他的服饰 他的头饰 这些都是有故事可讲的 他为什么穿成这样 然后他的这个舞蹈动作 是怎么来源的 从哪里来 为什么这样跳 上足舞为什么是这样跳 也是这样跳 为什么是这样跳 他的体态为什么有这样的特征 在这个民族舞里面都会倒击他 他都可以接受到很多这方面的知识 我觉得小朋友的吸收能力很强 他就像一个强大的海绵 你给他多少他都会吸收 下一个这个是我们看到中国古典舞 刚才胡纳老师给大家做了个介绍 这个里面也有相当浓厚的中国文化存在里面 比如说他古典舞的由来 他是怎么样由来的 他的一个传承过程 这个里面是同宫廷 还是说哪个朝代 然后他中间又有什么样的断层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都会把这些知识告诉他 是通过舞蹈的与会 在这个动作的理解下 告诉他他是怎么由来的 他是属于古典舞系里面的哪一个派别 刚才古典舞 胡纳老师说过 他是东方舞壁画里面来的 还是汉唐舞 从汉唐那个朝代流查过来的 还是说我们现代的舞蹈工作者 从京剧和舞术里面提炼出来 其实中国古典舞的发展 它是有断层的 我们没有延续 没有像芭蕾这样 一直从宫廷延续到现在 这个是我们的一大损失 所以我们作为现在的一个舞蹈工作者 不希望他再有损失了 我们要把这些传着给我们的后代 我们在做这样一个传播的传递的工作 我们也很开心 所以会把更多的东西传递给他们 第三个特点就是我们在做 适应少儿身体和心理发展的一个训练练习 现在也有一些舞蹈机构 也就国内会有 他们是将很多 因为这样比较节省时间 也比较不是很考验老师的能力 他去找很多成人现场的舞蹈 因为网上很多这种视频 然后他们八下直接交给小朋友 但是这个舞蹈与会其实不适合儿童的心理 不适合他的审美 也不合他直体表达 他完成的动作的难度 可能跟成人完成的动作难度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的肌肉没有发展到那种强度 控制不了 而且从他的审美上理解 他是有差距的 成人的审美 跟儿童你培养他的审美 这个阶梯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还是用小朋友们能够接受的一个肢体语会 比如说同样的民族 或者同样的5.5 我会选择什么样的语会去交给他 我会从这些舞蹈铺里面去提炼 因为老师接触的东西内容是很专业很多的 我会提炼出来适合他的去告诉他 这就是刚才我跟有一些家长交流的时候 他们就会说 他才两周的时间 孩子的变化很大 他是从零开始的 那为什么呢 他可能在别的地方学两周 学不到这样的效果 那为什么呢 问题就在这里 我们的舞蹈语会是他能接受的 他可以达到的 他的肢体可以完成的 是他的这个年龄的审美 可以接受的 他跳起来 首先他很喜欢 他只要有兴趣 他才会继续喜欢学 学完了之后 他才能有一个很好的体现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他体现得很好 他会找到自信 他会继续建设学 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在少儿舞蹈培训里面 其实这是一个专门的一个学科 我们要去研究它 不是说现成的拿来 交给我们孩子就可以 这样做我觉得是对孩子挺负责任的 我们在做为我们的后代负责任的事情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杜绝盲目比较深重 就是我们不要去跟其他的人比 我们的孩子 他能下腰能抓到脚 他能下岔很厉害的这种 其实这个是有年龄划分的 在哪个年龄段的时候 可以进入这样的训练 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 都会学一个一门课 就是人体的解剖学 你的肌肉 你的韧带 就是一个损伤身体的运动 你要不保护好它 它会对身体造成损伤 而且现在的孩子年龄很小 他能做什么样难度的动作 大家一定要科学地去对待这个事情 这个不是盲目的 我的孩子 每个孩子的身体条件是不一样的 有的孩子你会看到 他的柔韧度不好 他很硬 就是我们家长常觉得 哎呀他好硬 树插一下过去 缝插一下过去 不要强行给他压 这个我们不搞专业 首先明确这一点 你要不要搞专业 你要不要成为专业的舞蹈演员 我们的需求 大部分家长不是这样 对吧 只是想让他 我有一个很好的身材 我有一些艺术的气体 我会给自己找到一个很喜欢的 这样一个放松的方式 那我们绝对不需要 他去练成什么什么样子 我们就科学地去对待这个 如果他的条件能达到这个程度 我们可以在他这个程度的基础上去延伸 不会让所有的孩子都变成一个样子 因为我们做的不是专业学院里面的练习 我们做的儿童普及教育 而不是专业教育 如果学专业教育 那要再进一个城市 我们去到大学里面 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 我不想让我们现在的孩子 去做他研究生的时候 该做的事情 就他还是一个孩子 为什么要给他做研究生活动 我们要给他全面的 科元化的这样一个文化的熏陶 让他在这里面成长 而不是那个痛苦的计划会 因为舞蹈这一个环节是 特别特别特别小的一部分 然后下面这个呢 是我们舞蹈表演方向 也是选择了很多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舞蹈屏幕 一个是它代表了我们中国的文化特点 里面有古典舞 有民族民间舞 这里面不光是有舞蹈 我们也看到了文化 看到了我们庙里飞花 这样的古典舞的舞 看到了我们那么小的小朋友 可以跳出来那么漂亮的藏族 他们仅用了几周的时间 这个舞蹈与会 跟大人的舞蹈与会是不一样的 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 是怎样的一个人 这些曲目有绝大部分 都是我们老师自己创作 包括我们接下来的课程 一会儿我会在这里做一个介绍 第四个就是我刚才 简单提了一下 我们专业的教师团队 我们会为孩子选择国内 比较知名的院团 就像我们东方歌舞团 我们都去东方歌舞团 十年或者八年以上的工作经历 首先他有很多的 很专业的一些舞台经验 他在教他舞蹈的时候 不只是你站在那跳就可以 我们里面有很多空间 方位 这些都是舞蹈的基本知识 还有一个他跟观众的交流 如果有的一些老师 他从学校毕业了 或者他学幼教了 他不会注意到这一点 关注不到孩子的这一点 他只关注动作 我在上课的时候 他们已经有了这样表演的意识 刚才看到孩子们为什么 那么发自内心的开心的笑出来 就是因为他们自己 在上课训练的时候 已经有了这样表演的意识 老师要去启发他 这个是要通过老师的启发 他内心有了才能散发出来 就跟福奈老师刚才讲过的那个 由内而外 神形并茂的 是有关系的 这个老师的级别是很重要的 因为孩子选择这个课程的时候 一定要先看老师 老师能给他多少东西 提供现在除了老师以外 我们还可以提供现在 国内无导教学校里面 比较全卑的一些课程 我们在我们中文教育考证 还有一些我们的 比较先进的教育 这个可能在中国 比较几年之前吧 比较长的时间以前 他们是不会这么重视 少儿无导教育 因为这个不属于专业探求 但是其实这个 在专业探求里面 我觉得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领域 因为他从这儿 铺垫好了才能往后走 下面我们就介绍一下 我们后面的课程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一个课程 跟我们刚才看到的课程 体系是一样的 里面有基本功的训练有何 就是咱们刚看到 小朋友们穿着情深衣 体高服表演的这些小组合 就是对他支持的一个训练 这里面涵盖了基本功 我们并不是单一的 在那里压垮压压 把它做成一个小组合的形式 有音乐 而且有里面有 他喜欢的一些小环节 有小故事 包括音乐都是他们喜欢听的 用他来编了一些 孩子能接受的舞蹈运会 然后把它做成组合 来训练他的支持 然后还有一部分 就是民族民间舞的讨级组合 它是递进的 这个关系是这样的 竖线递进的 基本功是打基础 民族民间舞的组合 是为他舞蹈打基础 解决的是他的表演 和他的节奏感 和他的美感 和他每一个民族的风格的体现 再往上 就到舞蹈剧目了 那底下这些都是为这个舞蹈表演来 做铺垫的 最后上升到 他可以到舞台上 舞蹈就是一门舞台表演的艺术 他要上升到舞台上去展现技术 这个一定是递进的环节 然后我们这个 三个递进以后 这个小班的特长 大家现在看到的 就是刚才七岁以下的小朋友 我们接下来要学的是一个 维吾尔部舞蹈 欢乐的手舞 下面继续学习的小朋友 会接触到这个 还有一个东北央哥的绝花飞 就是大班跳的那个手绢舞 他是用东北央哥的舞蹈元素 经过了现代舞蹈与会的时间 然后我们小朋友的这个呢 他的舞蹈与会就要更简单一点 是比较传统的东北央哥的舞蹈元素 这是两个小班的舞蹈内容